大家現在就是跟著我去搭這個在Kings Cross那裡開出去到Edinburgh的火車啦 剛剛到了Edinburgh Waverley的火車站 車停了我們現在下來了 不是我現在下來了 這裡整個站都很有感覺 我覺得我現在帶了行李要去宿舍 今天就是我第一天進去Edinburgh的第一天 入宿的日子可以說 一會兒應該因為現在已經8點3 應該一會兒放下行李 如果真的出去吃東西應該都9點 到時再看看share不share給大家看這裡周圍的景色 現在沿著Edinburgh的出口 Princess Street的出口 一路出去就應該可以找到一個車站 叫做North Street的車站 然後在那個車站我應該可以找到車半個小時可以去宿舍 那我呢就是要去Edinburgh學校的Polit Hall 那我要去那個Hall就要搭巴士的 那現在你看到的這個巴士站我以為是 但是後來就發現原來這個站就沒有我想坐的車 剛剛在車站出來向右走 然後再轉多個右就可以去到車站 就是去到巴士車站 那我上到巴士或者去到宿舍 再跟大家share一下學校的環境 不知道大家能否感受到這裡和倫敦的感覺是很不同的 它很有那種很古舊的感覺 但是倫敦的話就像是比較混合在一起 我現在走近了這些建築 但是我很sat地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我錯過了第一個巴士站 原來我現在已經叫做走去第二個巴士站 那為什麼我錯過呢 就是因為原來這條路現在在搞工程 那些巴士站應該改了 但是App不更新 唉 繼續拖著我的行李箱走 終於找到車站 拖著那個行李箱在等著 但是應該要等多一會 我第一次在英國搭巴士的經歷 好 太好了 現在搭完巴士 然後走過去 拿我入宿的卡 以及拿我房間的鎖匙 剛剛搭這輛33號 就來到了這個登記位 那待會再見 接著給我的這張地圖 我就可以走到我住的Grand Hall 終於找到去宿舍的路了 現在正在去宿舍 那他會給你一個鎖匙 那這個就是我的鎖匙了 現在進去了我的宿舍房裡 看見到這邊了 哇 哇 好可愛喔 但是好燙啊 開了燈 打了一張燈 這樣 然後 一張床 哇 好的 還有床頭櫃 蠻好蠻好 看出來的景就是這樣 我今天有兩樣特別的地方 第一樣是可以看到辦公室 第二樣就是有一天 我很突然地聽到蘇格蘭的一種樂器的聲音 不如大家一起聽聽她的樂器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覺得是什麼樂器 我們下支影片再看吧